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21年度得意江湖奖拉开帷幕 众位看官且看 好汹涌的江湖啊 2021年度得意江湖奖提名演员肖战 在斗罗大陆中肖战颠覆了传统的古装形象 以一头离子烫披肩长发的造型试人 那冷峻刀削般的侧颜 焦好的身材 掩盖不了真正的实力 一路佳人相伴 过关斩将 出灯江湖 笑迎天下 我当时的对唐三的理解就是很厉害的一个角色 他其实是要所有小伙伴一起互相去成就的 互相配合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特别喜欢的一点 有一天我被成千上万的魂师追杀的话 谁也别想伤害你 2021年度得意江湖奖提名演员杨又宁 杨又宁 杨又宁魁梧的身材 忠正的长相 尽显爽朗的男人魅力 在天龙八部中 他头戴一顶竹鞭斗笠 一双浓眉大眼 透露着不怒自威的霸气 演进了乔峰重情重义的一生 心系苍生 气吞伤和 无愧于枪胡上 响当当的英雄名号 在下丐帮乔峰 我觉得这一次能够从一个读者变成了 书中的角色这件事情 因为它像是一个很精彩故事的一个旅程 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是一种梦想成真吧 今日我乔峰继承丐帮帮主之位 日后定将时时处处 心念丐帮 2021年度得意江湖奖提名演员张天阳 其人风神俊朗 见眉星目 透露着半分文弱书生气 在金庸世界里 张天阳化身不善言辞的佛门中人 到了雪中汗刀行礼 他又变为手持书卷 口若悬河的炭花郎 最令人不耻的是徐家弟子 徐凤莲 实为我北凉第一人祸 天下第一贼子 2021年的江湖侠客榜单 张天阳必有一席之地 当然 哪个男生没有武侠梦 就想象我是武侠 我是剑仙 我剑胜 然后我就开始在那儿打自己跟自己打 就喜欢到这种程度 2021年度得意江湖奖提名演员 张若云 第一眼 他是个蓬头垢面 粗布麻衣的乞丐 转而华服加身 欲簪树冠 摇身一变 成了娇纵贵气的顽固柿子 张若云饰演的徐凤年 青丝白袍 腰胯双刀 侠客气息扑面而来 他在雪中世界 求仁得仁 称得上是快逸江湖第一人 我觉得徐凤年其实他生来就是一个漩涡中的人物 生来就注定要到江湖上去走一走 我自己还听了武侠情节的 所以我挺被里边的一些东西吸引 行走江湖 品人声万下 扛人情事故 欲兴风血雨 谋妙堂全斗 得意二字 谈何容易 本期2021年度得意江湖奖的获奖者 他就是 徐凤年的饰演者 张若云 我有一道 可展天人 感谢新推荐给我班的得意江湖奖 快意江湖剧 局展 庆新年 公祝大家身体健康 生龙和虎心的一年 让心存江湖的人继续追逐江湖孟晚 感谢新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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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应 感谢新推荐